政府什么时候才会承认独钟同考文凭 至今还是未知数 不过教育部已经踏出第一步 接洽董总商讨同考事宜 目前承认独钟同考特别委员会 尝试搜集数据 打破学者对独钟的偏见和误解 争取更多人支持独钟教育和承认同考文凭 承认独钟同考进程持续进行 教育部成立将近一个月的 承认独钟同考特别委员会三人小组 其中一名成员陈有信 今天在嘉颖出席活动后表示 特委会将在这个星期召开会议 以收集各方资料并理性分析 再把报告交给教育部长马志里 陈有信说他会把华社看法 和反映独钟真实情况的数据纳入报告 希望打破非华裔和不安华裔学者 对同考的误解 争取更多人认可同考文凭 只有当这个学术课题的因素出现 我们才能够争取到更多各族的 这些学者他们认可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三人小组可以做的工作 当然我们华社 董总 华教继续监督 继续施以必要的压力 另一方面 董教总华文独钟工委会委员吴建成认为 董总和教总已经失去原有的华教领导地位 董教总必须思考如何重建形象 但也是董总熟理主席的陈有信就认为 只要把工作做好 华社和独钟对董教总的领导能力 还是有目共睹的 他有信心 在新领导层的带领改革下 华文教育会有所突破 针对四名独钟生家长 挑战关中生报考同考一案 董总秘书长黄在信指出 董总已经在上个星期五 致函给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希望他协助董总向考试局 争取关中同考的书面批文信函 目前董总还没有得到考试局的任何回应 八度空间邓领会 佳颖报导